亚洲区业务能否成功? 我又觉得 而且对你的投资有没有影响呢? 就是它能否分拆? 或者会不会分拆? 你问我就宁愿不分拆的 分什么东西分拆? 你现在这些公司很赚钱吗? 是 你只是靠亚洲业务而已 如果你分拆了之后 那你其他的那些是否很厉害? 我看不出你很厉害 没有公司就是继续收亚洲区业务的钱 来维持它的增长 那变成你五号仔就废了 反而你只剩下分拆出来的那个 我就觉得有没有这样的 holding company 有没有这样的必要? 那你没有必要的 就是你说不是的 我全世界都是赞到饼铛的 然后我分拆亚洲 那你就可以释放到价值 否则我又觉得没有这样的必要 你也不赞成的? 我不太赞成的 当然有些说法就是 释放价值 一来释放价值 二来香港上海汇丰银行 总部计划在香港 就是类似这样的说法 我又觉得你不用想到那么远的 你纯粹从炒作角度 我又想不到那个 就是我认同公司管理层所说 你分拆的目的是什么呢? 还有你有很多洗费 做一些分拆性 你必须留一些钱 派息更好 又不是 都这么多年了 其实我不太认同 是 但近一年IPO市场都不见得很好 这个分拆又未必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嗯